谁不逆的读章 好大一盘啊 我要的比课呢 你跟我的脸 来看看我的脸 三二一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三山 欢迎来到我的韩国美食频道 大家能看到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吗 今天特别冷 今天零下一度 大家知道吗 今天我们要去吃什么呢 在这么冷的天气 但是去吃热的了 南方人叫猪脚 北方人叫猪蹄 其实这个猪脚跟猪蹄啊 这么说大家会想到什么呀 然后南方人可能会想到那种什么 汤啊 猪蹄汤等等这种东西是吧 然后在我们北方 有一种特别有好吃的东西 叫流亭猪蹄 因为它是出自青岛流亭嘛 咱俩 其实我没吃过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的 吃的一家猪蹄店呢 是一家韩国比较相对 正宗的猪蹄店 怎么说呢 因为韩国的猪蹄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其实是烤的 然后整个肥瘦啊是相间的 然后一卖呢 就是一整个猪蹄 咱们去看一看 Let's go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已经进来这家店了 然后这家店呢 其实这个整体的面积并不算很大 然后刚才大家看出只有小小的这么一间房嘛 然后左右的话大约宽五米 前后的话它属于这样一个窄窄的长方形的形状 然后它的这个宽边呢大约是五米吧 然后长边就比较长了 里边是厨房 桌子呢大约只有一二三四五六 也就六七张桌子吧 然后加上我现在坐在这儿的这样一个炕呢 一共是这个大约我觉得能坐二十几个人吧 然后我前边呢是各种各样的酒 像韩国各种各样的真露啊 操不操到吗 还是各种啤酒等等都在前边放的 刚才我们跟那个老板聊了一下 猪蹄主要是分为两种 一种是前脚 然后一种是后脚 那在前脚呢价格比后脚还稍微贵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前脚啊 它的这个肉比较肥美一些 而且前脚比较大一些对吧 然后后脚呢 它可能肉质就没有那么好吃 然后前脚跟后脚呢 又分为特大大中小的集中等级 价格的话其实是猪脚这种东西 其实在韩国也算是特的 在哪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 然后特大呢是三万六 大是三七三万三 中是三万 小是两万七 哇好贵啊 三万的话应该是几乎两百块人一件 我这点一个那个前脚的大吧 现在呢这个小菜已经上来了 猪肉还没有上来 这前小菜已经先上来了 小菜有什么呢 首先必不可少的这种 这是什么菜 青菜 要是包着那个猪肉一起吃的 然后韩餐里边并不可少的 泡菜 我们这个泡菜一点都不辣 而且不咸还不错 这是什么呀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 这应该是那个豆芽汤熬的 很热热的 天凉了吃一碗豆芽汤 是特别舒服的 这是那个韩国的大酱 这是虾做的虾与辣酱做的这些 这全是咱们说就是虾仁味 这虾仁看起来黄黄的好像是辣的 然后这个 这是洋葱跟醋拌在一起 为什么要把洋葱跟醋拌在一起呢 因为洋葱跟醋拌在一起 所以它可以挺腻的 基本上吃猪脚的粥 那才会有对方搭配 然后蒜 然后这个是辣椒 谢谢 谢谢 但是如果您可以吃什么 您可以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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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终于这个 猪脚是上来了 大家看这就是那种 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肥而不腻的猪脚 好大一盘啊 我要的是特大 就是跟我的脸 大家看跟我的脸比一点 好 我觉得我脸就挺大的 但是猪孩比我的脸大多了 哈哈哈 然后所谓猪脚嘛 就是顾名思义的 就是把一个猪蹄整个切下来 因为我要的是一个特大嘛 可能因为猪蹄它本身也是分大小的嘛 我要的是一个特大 就是把一整个猪蹄切下来 为什么说是一整个猪蹄呢 大家看 其实从外表的那些肉 大家看 哇 骨头都是在这 好大的骨头啊 好像这个 沾上酱 其实主要的标配就是 青菜 跟 猪脚 然后跟 蒜 一起 直接动手了 猪脚吃起来不会有腻的感觉 就是不错 咱们试一下不加菜直接吃肉 就什么感觉 不错 首先不会特别的油 然后会有一种筋道在嘴里边 咱们再试试 再试试蘸酱吃会有什么感觉 这个唯一的美中不足是我觉得这个酱有点咸 然后只吃这个肉跟这个酱的话会有点咸 会感觉非常的这个咸度太大 所以还是 跟这个 菜一起吃还是有原因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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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发现这个肉啊 即使是纯白的地方 大家看这一块 几乎是没有这个瘦肉的地方 全是白色的地方地方 但即使是这样的肉 吃到嘴里边 不加蒜吃到嘴里边 仍然是不腻的 这应该就是猪脚最大的魅力所在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家里边会不会吃猪头肉这个东西 猪头肉这种东西 其实吃起来就跟猪脚 我觉得跟猪脚就有一点的 就有一点的像 然后外边是这种 尤其是猪鼻子那部分跟猪脚有点像的是什么呢 外边就会有一种白白的这种肥肉 然后这个肥肉吃到嘴里边呢 不腻 但是有一种筋道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果然我一个人吃这么一大盘猪脚 其实是吃不完的 但是毕竟吃肉一定是要吃青菜的 我已经把这一盘青菜先吃完了 最后一盘 哇吃的好饱 我觉得我已经吃不下了 然后最后给大家看看 然后剩了好多的肉 在这 我觉得我连最基本的一半都没有吃上 特大 可见他家的这个量之大 然后这些肉先放在这 给他看这个大棒骨 哇 这得是多大一条猪脚啊 这 我总觉得这个猪脚是可以 杀人的 剩了这么多 哦 剩了这么多 青菜已经被我全部吃完了 喝点这个对外汤 解解腻 不得不说这个豆芽汤的解腻功能还是不错的 这家店给我的感觉呢 首先第一个 虽然店是比较小的 但是它其实气氛是比较温馨的 然后客人呢 其实应该上座率 目前都已经八点了 还是 人还是蛮多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它的量给的比较大 第三个就是它的猪脚 其实虽然是这个肥瘦相间的 但是其实肥的那部分 并不会感觉特别的油腻 尤其是加上这些 这种小菜啊等等 会觉得这个油腻的程度会轻很多 很适合那些 其实就是那种 不怎么能吃肉的朋友 我觉得也能吃不少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猪脚这种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 如果是热的猪脚 很容易散发一种腥味 但是这家店 它在猪脚的处理上 并不会闻到那种腥味 就是说这家店的 这个猪脚的味道 还是相当比较 比较干净 比较纯正的 OK呢 这次吃猪脚的视频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留言关注 我是三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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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